现在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今天在高崇市议会进行的 市长施政报告与质询 因为中央提出了 五海一空的政策 在高崇有高崇港区又有空港 当然是具备发展的极佳条件 而现在呢 要争取中央的资源 议员就问了 到底是否准备好了没 呼应中央对地方五海一空建设 是否准备好了没 市议员刘德林先问副市长 副市长 你身为一个召集人 你对于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 主体的架构 区分哪 哪几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架构 中央所公布的 跟我们所期待的 有相当的落差 副市长我是问你 现在我们主体架构的一个内涵 同样的问题 再问现任金发局长 和转任海洋局长的 前金发局首长 我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我在想金发局局长 针对了这个自由示范区 我们整个主体的市府的这个架构框架是哪一些 我们的环境优化包括自贸港区的升级 我们都支持市府其实也都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在第二阶段我们希望就行业别的开放上面 包括中央政府现在已经规划的 好 局长你请坐 我们蓝局长 增加高雄的聚会机会 我们要结合这个新的产业 我们的框架又是什么 被问到市府做了哪些准备 官员的回答换来议员遗憾两个字 市长成局亲自出马 一直把我们的期待 说除了现阶段中央所公布的这个部分 高雄市更期待的是未来有新的产业 包括金融服务业等等 这个部分能够法令松绑开放 在市议员黄淑美的质询时间里 五海一空又成交点 这一回城局对开放蓝领劳工政策 表达反对 城局看中央布局 只说高雄已经准备好 提出的建议 希望中央能够听得见 港东新闻委员朱宇宏 财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